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到跟高科技啦 或者是跟数位化有关 可是如果我们把眼光转向到生物科技研发 大多数人好像又会想到药物啦 医疗啦 什么疫苗啦 这样的医学领域 可是其实啊 医学美容或者是保养产品 默默的好像也是一块百家争鸣的创业领域 而且也还蛮考验所谓的这个技术成分在里面 今天我们又要来采访一个新品牌 它是一个主打温和高效的植物科学保养品牌Z岩 让我们欢迎Z岩的这个共同创办人 芷余来到创业新世代的现场 我们先请芷余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哈喽 我是芷余 我是Z岩的创办人 我今天代表团队来跟大家聊聊天 好 其实我跟芷余就是认识应该已经一段时间了 因为过去她在之前的创业经验的时候 其实创业小区也曾经用文字采访过他们团队 然后只是当时我们没有见到面 但是我们有那个Facebook的讯息上面 对 没错 有交流过 网友 对对对 然后后来因为芷余也有参加SLP 然后当然大大小小的创业活动 我们应该都有擦身的过 芷余说她都有看到我 但可能就是我没有看到她 所以那个芷余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其实你的专业背景是植物科学嘛 然后我刚刚也已经先剧透了 就是其实你之前也有其他的 参与过其他创业的经验 可不可以跟大家聊一下你的背景 我本身是一个植物科学家 然后我对这个身份超级自豪 因为我相信大家走在路上 不会轻易遇到科学家这个身份 是 那我也很自豪的是 一个科学家可以脱下自己 真的在实验室的那一面 但是走到市场中 我们以前都会觉得说 做实验就是我只专注做一件事情 可是现在更多的是 我怎么在我的专业上 去做出更多的变化跟应用 然后把这些应用 拿来解决生活上的问题 我之前有过一个保养品牌 那个品牌它也是主打植物的保养品 但那个时候其实会有一点 知道自己是专业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做销售 然后跌跌撞撞走到现在 那因为遇到一些志宏道合的新伙伴 就又创了第二个品牌 就是现在的ZN 对 那在这个路上 其实就会发现说 当你有厉害的专业 那知道怎么用这些专业 来真正解决问题 尤其是像我现在做保养品嘛 怎么解决肌肤问题 会是我现在认为最重要的事情 是OK 哇那个可不可以跟我们聊聊植物科学做什么 过去你在研究的领域的时候 植物科学专门做什么 如何让人就是缓慢的温和的沉睡 没有啦乱讲 对植物科学的专业领域是做些什么事情 植物科学很酷耶 大家现在疫情应该都会听过什么 我要做PCR 我要做DNA检测 做那些抗体抗原什么的 植物科学 它是把这一类的技术 拿来做植物的分析 我以前在学校的题目 我觉得超酷 我们是做文心兰 文心兰是一个黄色的兰花 小小多 然后很像 我们会叫她跳舞的女孩 那 这个是台湾现在市场上外销日本最高的一个产值的兰花 文心兰类的兰花 那都是黄色的 我们是利用基因改良的技术 把黄色的文心兰改成白色 是全世界第一次 全台湾全世界第一次 品种改良 对 基因改造 基因改造没错 但它真的很酷 而且也看到市场价值 甚至是到现在 日本都一直很希望我们这个品种赶快种 赶快卖过去那边 是 以前的市场大概是 一年有五亿的产值 是 那我们那时候评估说 如果今天有一只新的白花 可以销售到日本去 那其实那产值一定不只是五个亿 一定是更加成的 对 但就后来因为碍于一些法规关系 它好像还没有真的推到日本去 就很可惜 对 但这件事情现在还在努力中 OK 透过植物科学把这个 植物的品种做更好的改良 然后现在止于在做的事情 是把植物科学的这些 不管是它的成分也好 或者是它的基因也好 把它拉出来变成 可以应用在生活里面 OK 所以你除了在做保养这件 做保养品 做创业这件事情之外 植物科学的这个身份 你有把它应用在你的其他 不管其他领域 跨界或者是做什么吗 感觉就是有啊 很自豪自己是科学家 我现在同时间也有申建一个植物组织培养的讲师 这个是在产业界很常拿来种植大量栽培兰花的一个技术 那其实台湾有很多植物的爱好者 他们都会想要用这些科学的方式去养一些自己的 像现在很红那些龟背玉啊 什么玉什么组的 对现在非常多人非常着迷 然后或是什么空气凤梨啊 对对对对对 他们就会想说 那我现在有一棵植物 我可不可以用组织培养的方式 把这些植物放大 对 我有一棵很厉害的 我就要把它放大成100棵1000棵 那这个技术现在几乎都是在学校内才有老师在做教授的动作 那我目前应该算是 就是我们这个大概三四十岁左右 唯一一个人是对外对一般民众做上课的人 就我觉得让大家可以有多一点不同的跟植物接触的方式 你不要只是圆异的 像是摸土的 我们用组织培养的方式是让植物长在玻璃瓶内 不用浇水 只要照光就可以生长 只要照光 只要照光 它就一棵植物种在玻璃瓶内 玻璃瓶内有一些果冻 是支撑植物营养的水分跟养分 好可怕 这感觉就很适合带到 不是 好了对不起 就是我说的可怕是in a positive way 就是这太神 其实感觉很适合带上太空去你知道吗 对啊 就火星计划 对啊 因为我才刚刚看完星际一公 对 然后我就觉得哇 这个植物的栽培方式 根本很适合就把植物带到太空去 或者是带到一个 可能过去并不适合它生长的条件 可是却可以让它在 这个原本长不出来的地方 却让它实现了 没错 而且它应用范围很广 就像刚刚说的技术 我们一直在谈的是做 兰花的种苗的培育 但其实有一些生计公司 他们在做的事情是 利用组织培养技术 去生产大量的药用成分 那未来就可以变成是一些 不管是中小药的提取 或者是像蛮多植物新药的成分配方 都是从这边过来的 了解 OK 好 所以你一脚跨出去到保养品的世界 可是一脚还是稳稳的 才在植物的领域 专心的做研究做研发 因为还是有一个梦想 就是以后我要自己 用自己研发出来的植物 然后应用在我的保养品上 还是心里有这个梦 OK 好 那我们来说回来保养品 就是说 其实子余刚刚也有提到 之前你也参与过一个品牌的创办 然后也是以植物为其中的核心 现在的ZM也是 可是我想 不同的这个创业 不同的品牌 它一定还是有其差异性 所以你们在做这次的这个品牌 跟我们等一下介绍的 你们目前的第一支产品之前 可不可以先聊聊 你们对市场做了怎么样的探索跟研究 你们怎么定位出不同的差异化跟诉求 我们这一支产品 它其实先前做了超级多功课 因为我们有发现 台湾有一个族群叫做敏感机 我们都以为自己是敏感机 但其实事实上 没有那么多人是敏感机 真假的 以研究来说 其实基本上只有天生零摆机 只有两成左右的人 那大部分台湾人 其实都是因为我们都喜欢漂亮嘛 就去打E-mail 打出来的吗 打坏了吗 对啊 把角质层打到有点太薄 那薄了之后 我们对抗外界环境的这些刺激 像是太阳啊 风吹啊 或是太干 会真得脏啊 对 那就觉得自己脸泛红就叫敏感机 可是这好像是不可逆的趋势对不对 因为你也不太可能说叫大家 就是不要打那么用力 因为打太轻也看不出效果嘛 就是要适度适量 不要过量 就是适量的保养 或者是适量的医美都是可以的 但怎么做到不过量 我觉得这大家可能心里要点 小小的做点功课 就不要太贪心 对 那可是后天敏感机 就看来是一个新族群的产生嘛 也是一个还蛮大的市场 没错 那我们在这当中 其实就有发现说 这一些后天型的敏感机 它其实是原先原厂设定上 它就是一个比较偏向油肌的肤质 那这油肌肤质 又加上它的后天造成皮肤角质成 比较薄的状态 我们怎么用保养品的配方 来达到一个高效的保养 可是同时又有植物温和的一个力量 是我们认为可以切入的一个 那大部分的皮肤比较敏感的族群 其实是会很在意 怎么去做到一个无添加 像是蛮多市面上产品会跟你说 我无添加防腐剂 但你认真去看它的文案 它是写我不添加A防腐剂 但是事实上它添加了B防腐剂 或者是我不添加香精 但它背后添加了什么 那或者是我不添加酒精 最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好像也没有真的那么的温和 我们在一开始的筛选上 我们真的是去找市面上 所有你想得到的大的小的保养品牌 我们全部去把全成分挖开来看 去看现在到底有哪一些东西 是敏感肌需要 敏感肌不需要的 还有在油肌需要跟油肌不需要 去做一些交叉比对后 才配出我们现在这一支产品的配方 OK 好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因为我自己采访子余之前 就先去买了一罐精华来试用 这真的就是我没有收业配的钱 然后刚刚我们在过稿子的时候 子余才聊到说 哇这个产品其实是针对 就是所谓的自以为是敏感肌 可是其实是出油很严重的 那像我作为一个生理男性 然后又保养步骤很简单的 的一个人 其实我用了他们产品 真的没有套好招 就是最大的心得 就是脸出油的状况改善很多 其他还不知道 因为毕竟我好像也用 才两三个礼拜而已 可是确实用 大概用一个礼拜多 就很明显的感觉到出油的状况 有改善 那难道保湿抗油 就是这支产品的特色嘛 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支直效精准修护精华 我觉得我好像这样子介绍起来 好像在电视购物 没有啦 我们还是在谈创业好不好 对我们还是在创业 对对对 但还是要聊一下产品特色嘛 我们这一支原本其实是主打修复 我们怎么把脚直层 这些受伤的地方去做一些修复 我其实当初会想要先买来试用 我一直看到修复修复这个字 想说你其实现在也上了年纪了 都很想要抗老 可是对 可是确实我用到最有感的是控油 这样继续 没错 那它其实控油是我们一个很意外的发现 因为我自己也是敏感肌 加上油肌 市面上很多产品都是我早上用 然后太滋润 下午就长痘痘 我觉得那速度超快 就是只要不适合 我会立刻皮肤有反应 可是我们都以为滋润了 下午就不会出油啊 结果反而是滋润了 结果下午还是这样油的一塌糊涂 那其实会有一个误区 就是大家会觉得我够滋润 我就不会出油 因为它跟油水的平衡是有关 但其实老实说 油肌你再怎么补水都会出油 是 因为皮脂腺跟汗腺是不同的两条路线 是 不会说你油多了 我就不会再出油 或者是你补水补多了 油就不会出来 那我们能做的事情是同时间我做到补水 可是我在配方当中同时加了一些控油的成分 那去让你做到我又补水又控油 那才会造成现在我们 大家评价一致好评都是 你的东西真的可以控油 对啊 因为你的肤脂就确实是会出油的 那我们不要去避免这件事嘛 我们就正视它 那因为油出来的少了 其实间接的像是毛孔啊 或者是说我们的那些皮肤也会比较膨弹 膨弹后自然就脸会发光 可是对啊 可是因为那个我们刚刚这样聊下来啊 包含了品牌定位 我们希望它温和 又希望它高效 这有时候都是你知道都是天平的两端 两端超两端 对我们又希望它保湿 又希望它控油 也是很两端 然后再来我们希望它修护 等下青子鱼都跟我们介绍 它修护这一块 就是我们又希望它修护 可是我们又希望它清爽 就很难的 就是像你希望吃的这个 吃的很丰富 然后又不要大鱼大肉 就很难吧 很难 很难 对所以你们怎么做到 就是说又能够修护 可是又有 又能够兼顾清爽 你们在植物科学上面 在成分上面下了哪些功夫 我们是认真的去把所有市面上的保养品成分去拆解过后 然后同时加上因为过往有一些研发经验嘛 我知道在每一个皮肤的生理层结构上 比如说我们在外面角质层 那里面有一些结地组织 或者是到里面增皮层 它每个地方会需要的基础的配方 或者是基础的成分完全不同 那是天然 我们在皮肤内就有的 比如说像神经锡胺 玻尿酸 它都是我们体内原本就有 但因为年纪 或者是我们作息 或是一些外在环境 对 导致这些东西流失掉 那我们在配方上就做到一些事情 是利用这些有效的成分互相搭配 而且同时去选 我绝对是有效的 有实验验证 它真的有这些效果 我们才会放进这个配方当中 那里面的比例 我们其实重复挑了十几次 这一支产品 我们在研发到上市 其实成功历经了十个月的时间 以一支产品来说 一间公司十个月才有一支产品 十个月 而且是full time 就是说不是 不是说你们还有同时做好几支 不是不是 我们就是一支 这一支就足足花十个月的时间 对 因为我们先挑 就是我们需要哪一些成分 是真的对肌肤有效的 那在有效的情况下 同时去选择 对肌肤真的不会有刺激性的一些 像植物性的防腐剂 或者是植物性的乳化剂 我们这些成分都还是有 可是它一定有一些替代性 是可以做到温和 可是不会去影响到我真正功效的地方 那最后就是 刚刚更强调的 怎么去做到修护 可是又能清爽 我们在这里面真的是 替换了超多东西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成分 是你一加一定就会有保养功效 可是那保养功效跟你最后能不能达到清爽 或者是说我们精华液挤到手上后好不好推 这都是会影响到的 我们在这里面置换了超级多种的 不管它是乳化剂 或者是一些我们叫黏着剂之类的东西 那你只要东西配方调一点点 它质力就完全不同 我们去调到那个很微妙的比例 让它好吸收 是像化学实验一样 滴一滴会冒烟 多滴一滴就会爆炸 它可能有时候可能就差一滴而已 我们就是研究狂 就是什么东西都要调一点调一点 然后去找到真的最适合的配方 有一题我们刚刚前面没有对到 那我很好奇这实验怎么进行 就比如说你们今天 就是做出了一个组合一个配方 然后你们自己用自己的皮肤下去测试 对啊我们自己就白老鼠 因为我们东西还是会有一些东西 会取决于制造厂 还要协助我们做最后的打样 那在打样过程中 每一支都是我跟伙伴们拿脸来做测试 那最后最后就是 只要我觉得哪边不行 我们就开始调 哪边不行就调 调到最后是所有人都觉得 我觉得这支产品很棒 可以上市了 说不行 它就是有几个配方 我不喜欢我要继续调 然后就调调调 拖拖拖拖 十个月就过去了 所以你是那个研发的最后 把关者这样子 应该是说我是第一个 也是最后一个 你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 说得好 而且它其实就是 我们自己都会觉得 如果我们创办人 自己都不敢用 或者是我们自己觉得不好用 那为什么消费者要喜欢 就很直接啊 就是创办人自己都不爱用的话 那你凭什么要消费者 喜欢你的东西 你做研发一直都是这样吗 还是说 对那这次创业 这次做这个产品 跟这个品牌 跟你上一次的创业经验 相比起来 有没有什么 对你来讲 讲是更驾轻就熟 还是说 多了哪一些挑战 多了哪一些 龟毛 可能是来自于自己 或是多了哪一些成本 包含时间 这两次的这个 创业跟产品研发的经验 相比来讲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一定会有不同 因为经验只是差很多 以前会觉得 我没有什么 刚进这个市场 其实不太熟悉 保养品这个产业界 还有怎么跟厂商沟通 那就跌跌撞撞嘛 现在就其实会知道说 保养品市场 它其实有我们喜欢的触感 但这个触感 不是每一间工厂 都做得出来的 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之前 就刚十个月的过程当中 也找了大概台湾 十几家制造厂 来帮我们做打烊 去挑配方 也挑厂商 对 然后最后挑到现在这一家 是他真的愿意听到 我们要做哪些东西 在我们自己写出来的 配方规格下 去做到超乎我们想象的内容 然后要说 有哪一些比较困难的地方 是因为以前 我其实只做配方这一块 我从来到来没有碰过瓶器啊 包材类的东西 然后现在就发现 原来连瓶器都是一个大学问 因为我们自己在做这件事情上 有一个要求是五天价 那五天价的情况下 我们就既想要 它是一个很漂亮的视觉 可是又做到是 妥善的保存 对 就妥善的保存 不会变质啊 什么的 那我们就选了真空瓶 对 在真空瓶 在台湾的制造厂很少 然后做的漂亮的厂商更少 对 我们在这边 其实中间光是来回拉扯 对样 雀样 然后调颜色 我们龟毛到连颜色都要自己去调 你说平生的颜色吗 平生的颜色 OK 所以你们连平生颜色都自己下去调 然后自己去对色号 然后对实际打出来的产品 那个颜色跟你们理想中的颜色 是不是有色差这样 没错 这个就是这样 就是创业的时候 很多很大的挑战都来自于 创业他自己的坚持 跟自己的龟毛 你们这次在设计上面 我知道 因为前面我们在录音之前 只有说合伙的伙伴里面 其中有一个是设计公司 所以在这个 平气的视觉设计上面 还有包装的视觉设计上面 也都是由这家公司来负责 我好像还得了奖 对不对 可不可以分享这件事情 就一个这么新的品牌 然后竟然也在这件事情上面得了奖 你们自己对于设计的想法 跟概念是什么 我们一开始就很知道 我们因为现在保养品分成几个趋势 就是专柜 开架 医美 对 我们自己认定 我们不走开架 我们也不走纯植物系的保养品 因为纯植物系保养品 有几个已经很成功的 那个台湾先驱品牌 那他不是我们真的很想要去 不管他说是侵略 或者是我们想要扩张挑战的一个领域 对 那我们想走的是一个既有医美感的功效 再加上有专柜的子弟 那这东西其实我们就挑了一些 就是刚刚讲的SOP认识的同学 那他也是台湾在设计界非常知名的设计公司 可以讲名字吗 可以 当然可以 叫三名字设计公司 三名字就是Sanwich的三名字 但是名字名字的名 不是明天的名 对 那他们就很给力 因为在天马行空的想法上 其实会很直接帮我们的那些乱七八糟想法视觉化 因为给他要求就是 我们要绿色 但是这个绿标是植物的绿 所以台湾现在可以看到 它的绿是一个要蓝不绿的绿 那再来是我们要科学感 所以所有的视觉都是一个科学符号的呈现 对 因为很多人谈到植物啊 就很自然而然就越来越往天然的 白白的啊 绿绿的啊 然后草本草本啊 然后可能有一点文青啊 有一点生活感啊 可是其实你们不是哦 你们是除了用蓝绿色做基底之外 搭配上就是用字都是非常简洁的 绝大多数都是不呈现的字体 然后是用偏银色的字体 对 对 然后甚至带有一点凸板 打凸印刷的方式 就又要呈现它的科学感出 对没错 我们其实一开始就觉得我们不要做跟人家一样的东西 因为做一样的事情你只会被埋没在这个市场当中 那只有当我们不论是视觉的不同 或者是我们产品在配方上的坚持 这些不同 它叫产品力嘛 一个是外表的视觉 包装 那当这些东西全部都到位的时候 才能在这个市场上有一条新的路出来 是 所以那个消费者对于你们的这个反应如何 就是对于包装设计啊等等的反应如何 大家有接收到你们想要传达的那些既植物又科学又科技的感觉 我自己是觉得不错啊 质感很好 一定是有啊 因为其实蛮多人都会觉得说 你们家的包装真的是很重成本 可是对于一个新品牌 你们真的很勇敢 就是一支产品然后就上架了 大家想要做一个品牌 不是通常会希望全系列 然后就是满足这个消费者的保养需求 然后最好是有日也有夜 对不对 有户外也有室内 然后 就最好是同时有一整个系列一起上 或者是同时好几个系列一起上 对啊 然后更事快一点 像我这种现实的人 我就会说最终目的当然就是为了要冲高课单价 对 可是你们就一支一个品项就上市了 当初决定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 难道就是因为研发 对研发的坚持吗 还是什么 其实应该是说太龟毛的后果 就最直接就是太龟毛 简而言之又是这样 简而言之又是龟毛 所以我们像现在在开发新品 我们自己抓出一个时程 至少都要半年以上的时间 那当时我们有讨论过 如果说我为了要一个系列一起上 以我开发的速度 其实这东西也许到现在 2023 5月都还上不了市 那比起在我们不如就拿一支产品 先来试水纹 就有点像是我们在讲那个 Business Model里面那些 MVP的这个概念 我们就用这个精华液 它虽然只有一支 可是我们来测试说 到底这个植物科学概念是市场接不接受的 还有我们在温和跟高校这件事情上 是到底消费者收不收得到这个概念 就有点像是我们的测试的原型 可是它确实告诉我们 消费者对于这个概念是可接受的 而且我们甚至现在还被敲碗 就是粉丝开始开菜单 就是我要这个我要这个 对啊一定会 就是往前会希望你们出化妆水啊 然后或者是现在夏天又到了 可能大家就会想请你们出 防晒或隔离的产品啊 甚至夸张一点 会请你们从保养做到青彩妆 对现在就他们就说 你可以直接出一系列嘛 不要再那么久了 想说这没办法 这个规模 好可是虽然目前有一支产品 可是还是要聊聊只有一支嘛 但还是要聊聊你们的商业模式 就是说所以你们的商业模式 就是to see销售产品 对我们一开始其实就是 也是跌跌撞撞的 因为以前就会觉得说 我现在产品力很强 我也做了很好的视觉 我们去打广告 尤其是脸书广告 应该就会直接卖了吧 就会有这个幻想 所以我们也跌了一些学费在这里面 后来是因为我们很幸运 有几个跟我们一样理念的 那个品牌主 他们看到我们 我们共通的话题是 怎么用五天加 让这个世界的产品都变得更好 因为我们其实现在都是 充斥化学物品的一个环境 对 如果我们只是在在乎 食物要很安全 我的洗墓用品要很安全 可是从头到尾没有去在乎过 保养品要用的很安全 其实我们就 有这些纰漏啊 你没有办法完全让自己生活 我是这么的纯粹或这么干净 那因为这些别的产品线的品牌主 他看到了我们 那也帮我们做了一些推广 所以让我们其实第一批可以这样好好的活下来 所以你们就是以这个无添加为概念的不同跨品向的这个品牌的集结 然后大家一起帮忙推这样子 对 有点像是打团战 那他其实在我们某个程度上也是我们的团购主 我们第一波真的是因为这一些无添加品牌的朋友们 帮助我们就是可以活到现在 那现在也开始去找一些更多的对外曝光机会 让更多人认识我们 那除了这种作战方式啊 我知道其实像前一阵子看 因为刚好那个台北时装之后的关系 所以就看到说ZN其实又跟台北时装就合作 然后部分品牌的这个合作的彩妆师 其实是用ZN的这个精华衣 作为他们在上妆前 让彩妆跟定妆效果更好的的一个产品 那这一块的合作是对你们来说是增加曝光的机会吗 还是说有可能为你们开拓一个 一个新的商业销售的管道 就是说你们直接可能直接是做B2B的合作 而不是单纯的做对单一消费者销售 我们其实在彩妆这一块 是我们在品牌创立的时间 我们就开始在经营的 因为我们刚好就是我们这些商业摄影的彩妆师 就是我们现在合作最深的一位彩妆师 那他有点无心插流 是这个彩妆师帮我们把我们的产品 带到他们在彩妆师聚会的场合上 那我们第一年就是只是觉得 没关系你们有活动我们赞助 我们就把产品给他们 那试用后彩妆师回馈都超级好 他们就说你们家东西用了真的会回春 我觉得很夸张的字眼 但他们就说会回春 你们那个超级好吸收 然后就因为这样子这一次机会 他们开始用在自己客人身上 他们只是接cas出去后用客人身上 那用用用我们就也没想太多 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就说 你们今年还是有活动吗 我们还是可以赞助 就觉得因为彩妆师帮我们很多 就是一个回馈形态 就在这一场活动后 他们就自主联络我们说 我要去那个台北时装座后台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也带上去 然后就觉得 哇这真的是很大的一个感动跟里程碑 因为彩妆应该说时尚周 它是一个不容错的一个节目 你不可能让模特的脸是一个受伤 或者是一个红红的状态上台 那愿意带我们东西上去 而且还是外模 还不是台湾模特 那就觉得 哇真的很感动 因为他就看到 然后也知道 这产品我用在这绝对不出错 不过我觉得听到这边 我发现一个蛮有趣的差异 不知道听众朋友们 跟我相同的感觉 就是子余果然是研发人 因为透过这样的这个商业合作 或赞助合作 绝大部分 比如说以我来讲 我可能会兴奋的是那个品牌的曝光 对 然后哇就是力言可以踏上这么大的活动 然后会进到后台 通常要能够进到 进到这种大秀的活动现场 通常都是那种国际大牌子 什么唯一指定 叉叉集团 对不对 可是没有哦 当然我相信子余对这件事情也是给予高度的肯定 可是我觉得在你心中 你第一个感到高兴的 其实是你的产品受到彩妆师的肯定 没错 就是说它的功效跟稳定性 能够让就是业内人士 把它带到这么专业的场合 用在这些专业的模特儿的脸上 然后让整个秀能够好好的进行 让妆不会花 不会脱 皮肤不会烂 这本来是你最在乎的事情 当然啦 你果然真的是研发人 我这种东西真的是很 当你被认定的时候 你就真的会觉得 哇 这真的是很感动 当然我也很开心 就是品牌因为这个原因被戴上时装 这我真的超级开心 你说哇那个曝光价值不知道多少 只是老实说就是 虽然自己创办品牌 但是还是没那么商人 我现在也在学习怎么当商人 在学习中 可是我觉得 可能还要再回来上一次SLP 有可能 但我觉得那种价值感是更多来自于 我怎么真的为了这个世界 做了一些不同的选择 然后也让更多人可以知道说 其实我们在赚钱之外 还有一些理念是我们可以去真正传递出来的 谈到让市场更多选择 可是我真的很想要问的一题 就是说你们难道不会觉得 保命市场真的非常拥挤吗 就是你一走进去光开架 百货公司一楼 然后又这么多 然后线上也这么多 E-mail也这么多 就是明明知道是市场这么拥挤 可是为什么你们还是要投入在这一块的创业 其实市场拥挤 我觉得它是永远没有满的一天 真的 对啊 因为像刚刚讲到的嘛 就是有一群叫做假敏感机 加上有幸福祉 这是过往没有人发现的 那这市场是我们自己怎么去看待 怎么把它发挥最大价值 我觉得这是我们一直在做的功课 那如果这样听起来的话 你们的产品目前现阶段 就是先锁定本地市场了 还是说它还是往外走的机会 今年的规划会是在台湾 但是未来不排斥到国外去 可是因为我们自己知道 我们的产品比较偏向中性油性是非常适用的 所以一开始会先锁定在比较热带亚热带地区 那未来我们也会再推出其他的品项 来帮助我们去走向比较像是高纬度地区 像是北美加拿大这些欧洲国家 是 你就又那个预告了 我接下来想要请教问题 就是说因为现在这一支 就很好用的精华液出来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 也有从你们的脸书上面透露 有正在研发化妆水 可不可以聊聊就是 接下来开发这些品项有哪些 我们接下来大概七月六月七月左右会出的品项包含是洗面乳跟化妆水 那一样都是我们家的惯性 就是它既温和但是又高效 我们私下已经有给一些朋友做试用 那试用的结果都是开始瞧完 就说你赶快上市不要再拖了 不要再拖了 这两款研发多久 应该半年多了吧 半年多了 就是以前只有我的合伙人们会催我说你赶快你赶快上市 然后现在我已经变成是 粉丝们也开始说你赶快你赶快上市 那接下来我们也会有乳液乳霜 然后防晒 甚至是我自己很爱的面膜 这些都是未来会开发的品项 哇塞 但这个保养品它还是我的一个擅长或者是专业 在更更未来 其实我自己也不排除说做到一些真的五天加的彩妆品 因为这会是更未来的趋势跟需求 因为我们现在准备要脱离口罩了嘛 那接下来彩妆也会是我们真的要去注重的一块 嗯哼 哇可是你这样子 你的研发能量支撑得了这么多条战线吗 就多线一起发展 还是说你们自己在研发团队的上面也有一些新的栽培 目前还没有 目前还是我自己 所以速度真的满 但我有在调试我自己的步调 就是开始把它加快一点 哇塞 这样真的是很辛苦耶 然后你在团队里面刚有 所以你们团队其实现在就是只有合伙人 有没有其他的员工 目前还没有 目前还没有 但有考虑要找我 好辛苦哦 那你负责研发 其他的合伙人可能就是负责业务啊 或者是行销啊等等的 然后甚至还有产品的这个工业设计的这一块嘛 对没错 最后一题就聊聊市场跟通路的事情 就是说目前你们其实现在大部分都还是透过线上 就电商的方式来进行 然后当然前面子余也有提到就是类似像团妈的那样子 团购主的那个角色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销售管道 那除此之外 你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新的同路计划 包含你们要进实体门市吗 还是计卖吗 还是怎么样 我们现在除了自己的官网之外 其实现在已经有的 包含某某跟虾皮 是已经有 只是我们真的没有很认真在推 因为进军大地 哪有人冲卖人自己在节目上 说我们其实没有很认真在推的吧 对就是我们的核心还是在官网上 那接下来也不排除 所以我们会去上更多的电商同路 甚至因为我们自己有一个愿景 是要成为台湾的敏感机第一品牌 就这个愿景很大 后期敏感机 也没有啦 先天更需要这个东西 有了Z 你们就可以尽情的打医美了 也不是这样 也不要太尽情 就是肌肤的健康还是很重要 适可而及 对 那所以我们也知道自己接下来 这一年内会上实体同路 那这些实体同路就包含像是药局 或者是一些比较 我们认为比较符合我们家定调的这些实体同路的合作商家计划 是了解 所以可能不会开一个自己的店 但是会用进到实体同路的角度 实体店我也想开 但是我现在只有一个品箱 我开不了 你真的心脏好大 我想开 但是我会等那个品箱比较齐一点 不然大家不是很好笑吗 进去只有一支品箱 也是不会啊 就帮忙做复制检测啊 什么其实也可以玩蛮多事情 对这也是可以 对 就不排除任何可能 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一个品牌正在扩张的阶段 那各种好玩有趣都可以去做尝试 好 今天非常谢谢ZN的共同创办人之余 来到创业新生代的现场 为我们带来这个 既温和又高效 既清爽又能够修护的保养品的新品牌 然后也跟我们一起分享 这个新品牌还有产品 研发诞生的过程 就让我们期待 接下来是延要推出的一系列的新产品 还有在更多的通路上面 可以看到他们咯 每周天一集 认识一个创业新生代 我们的节目每周三固定更新上架 记得追踪订阅 才不会错过任何一集更新 更欢迎大家把节目分享给关注 创新创业的朋友 让更多人听见勇于挑战 大胆创业的创业新生代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